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采访小柯他表示 当决定找人和自己一起唱给发小儿时 第一个就想起了 老郎 如今距离上次小柯发行个人专辑 已经过去了12年 据悉 这张魁为12年的新作50岁的狂欢 共收录了 给回忆 给爹妈 给工作 给发小儿 给爱人 给孩子 给爱情 给大夫 未来的我给现在的我九首歌曲 均为小柯送给重要人与世的心里话 而给发小儿是小柯写给像亲人一样的朋友的一首歌 其实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吧 在小柯心中 自己在音乐行业中的发小儿当属老郎和高小松 在1996年和1997年 这两人几乎天天都来我家里 当时我的屋子只有十平米不到一间屋子半张虫之后 就一个书桌 还有半屋子做音乐的器材设备 我们仨几在里面听高小松联谊写的新歌 我配上伴奏老郎唱出来那时候经常来的 还有夜背后来还来过很多人 小柯和老郎对话截图 受访者攻图而此次当小柯找到老郎说明和倡议图后 对方一口答应 我们之间的沟通就是三言两语 即可我说一起唱首歌听下就成了 没那么多现在一人之间公司层面的沟通 后来老郎表示 希望你同期LINE情事录制 二人也一拍即合 小柯回忆道 在正式录音之前 二人排练了一次排练 当天来了很多少男少女 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 录音很顺利 因为乐手都是我们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都是高手即便同期录下来 就成功了他笑称 由于这个戴棚跟A段听起来有点像像上 我俩就对着站着场如果没有乐队 估计我俩能说出一个新段来 好在有大家把这小柯和老郎 一人方公图独家对话 新惊爆这首歌的歌词内容 是否就是平时你与老郎的交流状态 回龙冠河大兴 是你们二位之前的住址吗 小柯我和老郎都是老北京在一起说话 都比较偏偏 和歌词内容还真是基本一样 回龙冠河大兴 是老北京城区改造的拆迁地 起码是我们复城门一带的 我从小的复城门住老郎 应该在复兴门一带长大 新惊爆歌词里面写到北京爷们局气 你与老郎之间是否发生过特局期的往事小柯 我和老郎之前有过一次合唱经历 黄小茂组的局 他约我写手 关于西藏的纪录片的歌 于是我写了《手无忧的蓝天》 找了老郎一起 那次录音挺有意思 在我们正式录音后 老郎又自己偷偷跑到我棚里录了一次 说是当时没录好还不好意思 再约我 于是单独约了我的录音诗 自己偷偷来录 直到最后混音时 录音诗才告诉我 这其实体现了他的两个特点认真 局气 局气这个词应该是纯北京话翻译成白话 是够朋友做事周到的意思 我在给发小儿里写到了 北京爷们局气有事别摸不开提 很大成分是写给他的新京报记者杨畅编辑 无奇含笑对张燕君